在端午节吃粽子是在正常不过的传统饮食习俗 有时候家里的长辈还会亲手裹粽子后 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但如果换坐在台湾 听到送肉粽 可别以为是跟端午节有关 当地人一讲到送肉粽 心里都会忍不住发毛 因为送肉粽的用意 竟然是用来送走丧吊亡灵的怨气 哈喽大家好 我是美貌与智慧病重的小南 在台湾人心中 送肉粽是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尤其是在彰化一带 千万不要拿送肉粽来跟彰化人开玩笑 毕竟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送肉粽又名送撒 是种民间的传统除撒仪式 并为台湾的伤葬习俗之一 起初这种送撒仪式是从中国福建泉州传过来的 到了台湾原本只有在陆港及彰化沿海一带 最初是陆港人为了尊重王者 不直接称呼上吊身亡之人为吊死鬼 而是以肉粽一串一串的样子来暗喻上吊 才会叫做送肉粽 为了达到驱邪除撒的效果 当地人的做法就是从遗体被发现附近的庙宇开始做法会 规划一条路线将冤魂送出海 以免亡灵的怨气一直不消散 反而会留在世间抓交替 以求自己能够超度转世 也有人说所谓的送肉粽 肉粽指的是杀气 并不是逝者的灵魂 而是生前的怨恨 以及离世过程中那段痛苦的历史 因为这些不堪的记忆 会在王者离世的一瞬间交织在一起 累积为杀气 所以要把这种杀气送走 才不会影响社区的祥和 在台湾彰化一带活动开始之前 庙宇就会通知当地居民路线及时间 仪式通常会在送下当晚的9点至11点举行 主办这场法会的庙宇会在举行前通知居民 而在活动当晚8点左右 庙宇人员会聚集在目的地的住宅门前 并在各路口前设置寄送回避 或者前有法事尽请改道之类这样的路障 好让法事顺利进行 同时在各个路口处摆着击败 因此每当送入中的夜晚 各家各户都会紧闭门窗 逐步出户 并在门窗上张贴福令 以免掉下的冤魂被驱赶而闯入自家 由此看来送入中仪式是极其重大的要事 必须公告邻里使家家户户各自紧闭门窗 贴上福令以戒备 如果不通知将有可能遭到民众阻扰仪式的 据悉松肉中有不少民俗竞技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为了避免给自己沾染阴邪的磁场 带来不好的影响 以下这几项竞技是必须遵守的 1. 沿途不能叫姓名 以免被鬼魂跟随 2. 不能脱队 以免落胆 遭杀气惨住 3. 参加者不能戴项链 以免让王者触景伤情 回想上吊的情景 影响法师进行或伤害神人 4. 回城不说话 以免讲错话 让鬼魂邪愿回安报复 5. 不能开门窗 宋肉中队伍经过时 周围住家不能开启门窗 以免杀气趁举而入 6. 农历七月不宜举办 因为这时的英气震慎 是好兄弟放假的月份 该仪式很有可能会惊扰和伤及好兄弟 因此农历七月不宜宋肉中 这是对好兄弟的一种尊重 假如要因宋杀恐怕适得其反 要是遇上法师功力不够 不仅法师遭殃 连上家都会有事情 若真的非得在鬼月进行松杀 要先向神明禀报 获得允许后才可以进行了 根据某名书专家表示 台湾北部在过去没有类似的习俗 但随着大众传播 近来中部以北的某些地方 大庙也引用这种超度仪式 甚至有不少北部民众在南下旅游时 可能不小心误入当地进行的超度法会 那万一遇上了松肉中仪式 我们该怎么化解杀气呢 通常当地进行松肉中超度仪式前 会告知民众当晚不要出门 避免冲撞杀气 但如果是外地只是路过的民众 不了解状况 可能会误预松肉中的这个队伍 松肉中仪式通常是在夜间进行嘛 如果你不小心撞上 在不知是什么仪式前 最好不要指示该队伍 至于开车或骑车的人 则是可以停下来 侧身转看旁边的民宅 并且心中默念佛号、法号 基督徒可呼喊主耶稣、上帝 祈求神保佑自己和大家平安健康 因为与他人为善的善念 可以启动善的吃场 也有助挡杀的 如果确认遭遇的是松肉中的队伍 不要直接回家 你可以到附近人多的地方绕一绕 去吃个饭再回家 可以避免将杀气带进家里 除了遇到松肉中队伍要小心外 其实是逢清明节 很多人都会去扫墓 而清明扫墓的特点 往往都不是只有一个人去祭拜 通常都是携家带券大家一起去 一般扫完墓后都会建议不要直接回家 而是全家去吃饭 去逛大卖场公园等等再回家 因为可能随时和我们擦肩而过的 就是一家刚扫墓回来的人 如果刚好很累或运势不好 很容易就会冲装这个杀气 不但如此 平时随身携带一个小红包袋 也有助带来好运的 红包袋具有喜气的光谱和气场 有发财保平安的作用 你也可以在红包袋里装上绿色的叶子 特别是艾草具有杀菌和避邪的作用 可以用新鲜的或是晒干的艾草 放进夹帘袋中 再包进红包袋里随身携带 就能预防不慎重装杀气 找不到艾草时 只要用绿色的树叶也有作用 另外各个宫庙制作的一些平安符 像是所谓的禁符 你也可以拿回家在香炉上过过火 就等于开过光了 每年只要过年的时候 换一次或破损了就再换新的 至于刚进行或参与过 伤葬仪式的人 再回家以后 最好把身上的衣服都换洗 可以的话用盐巴泡澡 或是换洗衣物后 用盐巴水洗脸洗手 盐巴不需要特别买出盐 家里炒菜用了盐就可以了 方法是先用一把盐 放在杯子里加水化开以后 倒入浴缸或是洗脸棚里泡浴 或擦洗即可 而且在清明或鬼月这段期间 最好不要穿一身黑 必须参加工技场合的人 更是要注意 黑色的磁场比较容易吸引 这个领界的朋友 建议可以改穿深蓝色 灰色、涂黄色等 只要素色的衣服 就可以显得尊敬庄重 若需经过公墓、殡仪馆等等的地方 出发前可以先向神明报告 行程可能经过什么地方 请神来护持这样有助于保平安哦 曾经台湾有一部重写 就是以宋肉粽为题材的电影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去找来看看 其实宋肉粽就跟其他的习俗一样 虽然没有科学根据 但千万别拿他来开玩笑 就算真的不相信这类的鬼神之说 我们也要尊重当地的文化 更别故意去凑热闹 以免惹祸丧身哦 好的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请继续支持优质内容创作者 我是马来西亚小南 我们下期见 因为家里只有一个女儿 所以她就是父母特别宠爱有家的宝贝 她还有一个特别的小名叫做苏吉 1997年为了满足女儿出国留学的愿望 苏吉的父亲更是不惜贷款 让女儿到英国主修电脑工程学位 庆幸的是苏吉没有让父母失望